在你关心小朋友出门 其实骑的单车 还得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 就在新竹这名小男童 他逆向骑单车 惊险从两台车当中穿过 连人带车飞扑摔地 后方车辆见状紧急踩刹车 还好没有追撞 亮成意外 行者进入其拍下 轿车一路直行突然 这顿紫色上映的小朋友 从路边停靠车辆与小货车中间 逆向硬式窜了出来 整个人被挤得 连人带车飞扑地面 后方车辆赶紧刹车 8 3 2 8 他落跑了 南东家长赶紧冲向马路 将人扶了起来 目击民众也都下车 帮忙将脚踏车迁到路旁 苏信小男孩看起来没有大碍 不过货车驾驶 偷也不会开走 也有肇事逃逸嫌疑 那目前本组已 通知到车主到案 那货车是变称说 他因为是死角 并没有发现自行车 以及跟自行车有 碰胀的状况 这起意外发生在 新竹市北大陆 附近旧市闹区 路上车辆来来往往 没想到小男童玩耍 玩到大马路上 逆向骑车差点出了意外 好险后方驾驶反应快 不然会造成什么样的悲剧 令人不敢想象 记者严谣 余辰玉成玄新竹采访报道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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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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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